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方频道 还是大海热线 还是我老三和您准点开闹 演摩室里还有个爱搭词的小杨 大家好 说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有人花钱点歌 有人花钱按摩 有人爱养花 有人爱养草 有人爱养猫 有人爱养鸟 但是不管养啥 首先一条 你不能影响别人 家住福顺市旺花区的热线会员金大姨 这段时间就跟咱们诉苦 说她的邻居鸽子养得很快活 可她是有虎难言贼窝火 就是这个没拿过的 金大姨太挺抓狂 查不思来犯不想 因为邻居养了她 自家屋里成库房 我要你们看看 是啥样 只要睡不好吃不好 你们瞅瞅 抬头仰望这片天 那是我逝去的青春 看着其他自由翱翔的同伴 终于八成睡过眼儿了 我给咱放粉了 你出来哈 你带着吧 大姨家楼顶看到哈 这鸽子笼的长线 大概有一个这个六七米的距离 整个这一鸽子棚里呢 现在在笼子里的数量 从我这个角度看呢 大概有五六十只 然后外面 以及在散养的 往天上飞的这个鸽子呢 还有很多 据大姨跟我讲呢 她自己粗略了估计一下 那边有飞着 看她自己粗略估计一下 整个这一片 就这一个楼顶养鸽子这个 大概养了四百只左右 一群鸽子天上飞 一群鸽子笼里堆 要不是自家没法住了 金大姨压根也不会在意 谁是鸽子的主人 你看这叫什么 外屋里漏水 又粑粑又臭 全是粑粑 我想粑 全顺到我家里了 那锅里全长绿毛了 现在你家那个漏点 是哪块导致的 这漏 从这沿起来的 看到吗 这就是 它咋那水 我们这沿起来的 这不说全都开了吗 这个是 防水的油栏池 是油栏池吗 粒子的粒子呢 这倒的全都拿出的粒子 没放平 放平就不漏了 顺着歌隆的边缘 楼顶的积水 哗哗往进那一家漏 好好的家 撑了眼前这造型 我这衣服从粒柜拿出来的 拿着这一大堆 全都从粒柜里的 我们这房子的那个漏 倒在这里头炒 我就全把它挡出来了 哎呦大姐 这小屋看着这个不长大 这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的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你说这屋里这么 我这些衣服 这背 我都从粒柜拿出来的 现在不得分都敢拿出来 里边长着毛了 往那箱子 顶上棍也长毛了 前面要掉了 也不能住人了 顶房漏水没法住 想要睡觉 咕咕咕 在那边还搁着叫唬 天天后半夜三点半叫唬 就知道了我休息不好 我现在身体一身病 金大姨家的楼顶 贯穿着两个单元楼 我现在身处的这个位置 脚下踩的就是金大姨家 一墙之隔的隔壁 另一个单元的这户 就是养鸽子的这户人家 为了这个鸽子 从它开始养的一天起 金大姨就没少跟他沟通这个事 去年漏了 漏了我找他了 没那哈嘛 街道也给那哈嘛挑截 也不好使 我今年都不接着 还高上高嘛 从起来 一直高到现在 这是肉鸽呀 还是性鸽呀 不管是肉鸽还是性鸽 对金大姨来说 都是一样让他上火 一样让他没辙 一样想把他们变成烤鸽 端上餐桌 才能发泄心头无名之祸 这鸽子主人有点不讲究 金大姨说了 自己是能找的地方都找了 可不是刹那就是刹这 到现在他还在受着鸽子的折磨 明摆着的问题 为啥现在还无解呢 究竟差在哪儿了呢 热线记者和金大姨一起 找到了府顺市万花区 普屯街道天城社区 现场查看那投诉人家中的 那个墙皮脱落了 横顶是有脱落 还有那个漏水的现象 这也跟您确认了 是不是大姨 经调节之后呢 被投诉人同意 由原来的凌晨三点半开窗 延时为早上八点 不影响被投诉人作息时间 并且会做好防水 不再造成被投诉人更大损失 关于损失赔偿问题 及投诉人想对其鸽子笼 进行强制拆除的问题 未大成和解 放鸽子的时间改了吗现在 改了 你说 没改 当时在我们这调节的时候 他也这么说他没改 但是当时调节的时候 被投诉人说是改 他说他怎么改 明明答应立马改 为啥回家却没改 有请主人李大叔 咱那鸽子养多长时间了 养了呀七八年了 咱们的了 我早上完了七八年了 大姐之前找没找过你 唠这个事啊 就说这个他家里 我之前找过几回那个旅厂啊 原来他不回旅厂为修了吗 现在那个大姐那意思说 是因为你建那个鸽子棚子 导致把那个粘纸 油斩给破坏了 所以导致的楼水啊 那他不胡说八道你吗 我那里还游了好几层 碳房子破坏了 人家那路楼家都买房子 就楼什么 碳房子破坏了 那多层子游死了 李大叔的态度很明确 楼水跟鸽楼没关系 可居民楼顶上 你怎么会养鸽子这事儿 大叔你有手去吗 建鸽盆拿一下没有正照 你看那扶植寺那房盖 建那裁杆盆 就是下瓦子那么多 那还要什么房子 我个个的房盖里 那一款它不是公共面积吗 公共区域吗 都说是公共 谁个个的房盖里 就是一样的 个个家的对子 那就是个个的里 我现在跟你说啊 虎顺是静盆聚会 就是现在来说 这个的里面 你可以从虎顺水阳看 那房盖见到我 那就是历史汉那么一个家 你看那那裁杆盆 一个月那大的 那见到那房盖里 那房盖里 你这个来的房盖里 没对你这样的 你咯咯咯咯 你这个找你想办法 您现在还盖那住吗 我有时候回去 有时候不回去 就是您不在那常住了 现在 我不常住 我准备卖你那房子 那房子现在都这情况了 您说咱家房子也不好卖 邻居家不也不好卖吗 我就说是差的不好卖 我好卖六万块钱 我都卖它 现在我那是臭 是说 方便回来一趟不 咱那个看看 那个啥情况 咱商量商量 研究研究呗 我现在没有时间 我现在来那个 来滚带建设呢 那大姨你现在啥诉求啊 我要把那房盖都罢了 都罢了 楼顶市公共区域 这咋占用了 还这么理直气壮呢 按照邻居李大叔的想法 哥龙正对着自己家的房顶 那就算自己家的 自己爱砸整就砸整 这是真不懂法 还是装不懂法呀 在这咱们也来谱个法 您看看您的房产证 面积只有你自家房屋的大小 这顶楼跟走廊和楼梯是一样的 属于公共区域 归整栋楼全体业主所有 这哥棚有手续吗 那没有就是违建呢 为了核实情况 热线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 甫顺市万华区综合执法大队 一查果然李大叔家的鸽舌 是没有手续的 大叔说说咋解决吧 大叔也赶到了执法大队 这我就建个牌了08年 我建着我顶还铺了三层 找人游了三层 我就假厚了三层 我那里我就怕有厚漏 往我顶上摸点水泥吗 我就说我就不住人了 我养我这样磕不磕的 我也不住儿子 或者买房子 你把那个哪个面去 我卖还不值钱 没人要现在 提到这些鸽子李大叔说 这可不是一般的肉食鸽子 这是一水的性鸽 当初买顶牢也是图养它方便 养性鸽呢 你也是个爱好戏 再说也普遍普遍 这哪都养着玩的 确实属实 养鸽子有个爱好多少年了 很棒 我们理解您的爱好 但是有句老话 这极所不欲 务实于人 咱是在保存自己爱好的同时 也要方便邻居 逼着邻居去着嘛 对不对 这倒是对 咱也不是这么多年了 也不是不懂这个事 首先这鸽子龙子 建的公共区域 它第一是个违建 不允许 它不能说你说 可以找别人家都建 我建 但是他说这个理您懂不 不能因为别人家犯法 我们也去跟着犯法 对不对 我说你弄笑了 你家伙不是 你说这个是正确的 民法典中第286条明确规定 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 对任意气质垃圾 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 违反规定饲养动物 违章搭建 侵占通道 拒付物业费等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有权依照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 请求行为人停止侵占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 业主或者其他行为人 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 当事人可以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或者投诉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处理 以及第1251条 饲养动物应当遵守法律法规 尊重社会公德 不得妨碍他人生活 那么李大叔下一步是个啥大阿酸呢 但是我那哥我跟你说我也想处理 我这么大岁656岁了我也不想阿养 我也没啥经历了 我那天还跟人家伙说我过一点啊 春天不行啊你就处理处理 赔就赔点 我买那一个都3000多 我现在给个几百块就卖它 你不养养了 他反映的违宴问题 我想说一句话啊 你说我建的哥哥龙在我自己家楼上 那个不是你家自己家楼上 整个这个楼体是公用区 他给他建的东西都是不允许的 这就是我们执法医法的程序 把你哥哥龙拆除了 一法一国也对事啊 往往是执法大队 但是你明明已经出现问题了 我想以何违规 怎么把这问题能谈下来 谈下来更好 谈下来对不起 那么我们执法医官也反映的问题 人家不反映说他漏不漏 我们断不了 不是法医官 那对于你违宴问题 肯定没有应该什么一手 那我们下午一把衣柜走 我想把后衣说行吗 不是我那意思 我也想不够 不够严 我就一在那处理我 要不离属这样 我和他通电话 那也不 如果说他想解决 拿个办法看能解受我 如果说不行 这样离属 咱也比较麻烦 咱就自行的菜围 要把个人处理完事了 不跟你也气行不 对我把个人不用拿屋里建 我一在那处理 就完事了我 眼下金纳仪的态度很坚决 就是希望这处违剑能尽快处理 消除对邻居们的影响 你的快乐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其实咱们热线记者小强那句话说的对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我相信李大叔是真听进去了 也能看得出来 其实李大叔也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 你这回烙透了 咱们看这回也是真心想把这问题给彻底解决了 抓紧吧 这又臭又有噪音呢 那咱们就做一个一举两得的好事 这李大叔不说了吗 家里面性格要卖 如果说您真正喜欢性格 家里面有地方养 可以跟李大叔联系 或者跟我们之间联系也可以 等李大叔把这些鸽子都处理了 那么金大一家也就不会这么埋去了 三哥啊 我今天我必须得批评批评你了 妈呀咋的了 我是啥事让你给抓着把柄了 还批评上我了呢 今天早上开早会 你为什么来晚了 这个其实也不能怪哥 你看今天早上早高峰 那地铁没挤上去 你变了 什么晚上就变了 你狡辩了 那早高峰是借口吗 挤不上地铁是借口吗 你不会早点出门吗 那倒也是 早点出门 打足提前辆 那就不会迟到了 你怕地铁人多 你学我呀 较量网约车 贼快 这网约车 总体来说真是挺方便 但是也难免例外 热线会员沈阳的小徐 就遇上了一辆 不走寻常路的网约车 没到地方呢 就让他下车了 小徐打量网约车 遇着司机真挺能 态度不好先不说 没到地方 让下车 我是23号下午4点50 通过滴滴平台 从沈辽路 万达 那个铁锡教育 那个飞跃教育 到这个福新银行 和平支行 然后这个司机全程 都没有到我身后这个目的地 然后从南三马路 就是这个定位上两个位置 从这个南三马路 天津南街交汇口让我下车 然后从铜泽南街和南马路 先后两次让我下车 然后因为没到这个目的地 我还带着孩子 然后就没有下 没到地方上下车 带个孩子没了辙 小徐说啥就不下 司机采取 这一做法 当时是一个拼车单 还有一个女乘客 然后我说我没到呀 我说在前面左转就到了 他说那这个定位已经显示到了 你快下车 我说我没到下不了 开到这儿然后他说 他说那个银行在哪儿啊 我说在你右边 得过一个交通港 就是这个交通港 我说要过个交通港 他说我过不了 你赶紧下车 我说我下不了 我没到位置 他说我现在请你下车 我说我下不了 然后他说就从这儿 他说那你不下车 你就不要下车了 就一脚油门往前开 撩下一句 不下车就不要下车的话之后 司机踩着油门一顿撩 这可把小徐吓傻了 带着孩子 他只好向警察求助 要得你让他停车 他也不停 一直在开 然后110问他你去哪儿 他说他回家 他说110说 那你告诉我你家在哪儿 我们警车在你家的家等你 他说那我不能 在大马路上停车 然后110说你靠边停 这个时候就在 那个民主路五环 那个位置停了车 停车的位置 距离小徐的下车地点 已过了将近一公里 警察调节 就是因为他没到这个位置 警察说让他退这个车费 然后警察送我到的这个 送我和孩子到的这个也好 这可把这娘俩吓坏了 那六岁的孩子可车上嗷嗷啊 小徐也不是第一次坐网约车了 他也没证明白 司机当时为啥这么呢 警察解围 退费11块钱就行了 小徐以为在警察的主持下 这事也就算是完事了 可哪成想 接下来的一幕 让小徐是怒火中烧 我扫微信二人码的方式 收款码付我的一个车费 然后当天晚上 这个司机就是给我 发了很长的消息 来骂我 这段司机发来的留言中 统共100多个字 可谓是脏话连篇不堪入目 其中六句话 对小徐进行了辱骂 甚至说 退你的钱就顶算 给你终点站用了 别说11块钱 就是100亿1000亿 就是我也付得起 就是这个事 并不是说11块钱的问题 小徐越看留言越来气 实在是任务可忍 把这位司机的行为 举报到了滴滴出行平台 平台说 不让这个司机 再通过滴滴的平台接单了 这个司机的运营手续 是他的个人隐私 他说如果警方调查 他们可以提供 但是我的诉求 不是说你让不让他接单 如果他有正常的运营手续 他可以接单 如果是他没有手续的话 那在我看来 可能它是一个黑车 为了弄清这辆网约车的 运营手续问题 世线记者拨通了滴滴出行 客服的电话 好的 那这种问题的话呢 搬运针去反向上 就会尽快给你出示一个答复的 那这种情况的话 咱们一般会咋处理呢 这边的话呢 需要有专业银去核实 然后再进行毁电处理的 现在这块已经是核实过了 那这边还有记录没 这边的话呢 加紧上去 会有相关运营去核实 核实完成之后再进行毁电处理 那这现在你整不了呗 这边的话呢 就是等待专业银回电 行 那这个司机的相关资质 在这边方便给咱看一下不 其实的相关资质的话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 具体办公室去告知的 但我们这边平台 都是通过严格审核的 随后咱热线记者 把小徐的遭遇 反映到了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根据网约车管理办公室的查询 小徐当天乘坐的这辆车 果然有问题 刚才呢 我们也是来到了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来了解情况 经过咱们跟这个工作人员的沟通 包括提交资料 已经确定了 当天小徐打的这辆网约车 是没有合法的这个运营手续的 下一步呢 沈阳市交通运输局的相关工作人员 也会依法对这位网约车司机 进行处罚 在这呢 咱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老铁们 如果您也遇到了相关的情况 可以直接拨打12345 进行投诉 咱说吧 乘客送的地方 就是一个交通港一脚游的距离 真想不明白 这位网约车司机 哪来的这么大火气呢 为啥就这么倔呢 过后还找查骂人 这不是没病找病吗 非法运营车辆 这回你就等着处罚吧 一查还是非法运营车辆 这回好 自作自受 脑瓜子嗡嗡的吧 小徐当时的做法很对 矛盾激化了 及时报警 及时投诉 别灌病 各位老铁千万别走开 大海热线2022新年台力福袋已经开抢 到底怎么能得到 一会儿您就听我令子 还没扫码加会员呢 赶紧吧 福袋只送会员 快来一起抢台力拼手气 最高可得88元 赚饭的朋友 还供天天炒红包 每天还有消费委员 旅逅物热线福利购9块9百所有 这好事上哪儿照去 记住就扫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带个早 日子潇洒 没烦恼 赶紧扫码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 说混合岸边奇观志成群大雁来觅食 说好的雁南飞呢 热线家人红包乐 幸福生活福气多 外加会员抢不大 老师伸手朝脸来 小伙儿满脸血无奈 这是干啥错事呢 天不怕地不怕 女儿伸手打亲妈 真是好闺女 北方嗨购 本周为您推荐一款新潮小零食枣仁派 原材料精选新疆和田大枣 与新疆纸皮核桃 甜而不腻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慢性腰腿痛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贵龙药膏 葛洪药高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方食骨痛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慢性腰腿痛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痛痛痛痛 葛洪药药高 正适合葛洪药高 你的方食骨痛 葛洪药高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高正适合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正适合 葛洪牌贵龙药高 葛洪药高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方食骨痛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慢性腰腿痛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腰痛腿痛关节肿痛痛痛痛痛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你的方食骨痛葛洪药高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葛洪药高正适合 葛洪牌贵龙药高 葛洪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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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洪药高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歇液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谈喘 龙坦九哥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 交换 老牛可真牛 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打球也突出 买菜做饭带孙子样样突出 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哎 书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书筋剑腰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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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 陈里记 书筋剑腰丸 扫码 高端大呼大 台力对脸全白给 只要你加入会更快扫码 最近这段时间 咱们2022新春台力福大 正在如火如荼的派发当中 来自全省14个城市 得欢迎口号 咱们都收到了啊 到底哪里最热情 那咱们先去哪呀 找啥急呀 咱去也不能同手去呀 必须带上咱们的台力福大 里边虎年台力对脸福字 绝对是咱们对大伙满满的 祝福和感谢 虎年台力福字对联 福气满满 贼拉有面 咱们的台力福大 就像方林装修的风格和质量一样 好看又实用 感谢把美好装进生活的方林装饰 对咱活动的大力支持 各位家人 从目前的热情度来看 排名靠前的是锦州和葫芦岛 那么咱们必须兑现承诺 辽西走起 那烤串啥得准备好啊 干啥呀 你去吃去了 从你那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锦州的家人们注意了啊 12月4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10点 咱们相约锦州千胜百货西门广场 周六十点相约锦州千胜百货西门广场 葫芦岛的老铁也变6号 12月5号 这个礼拜天上午10点 咱们要去葫芦岛的方林装饰 给大伙发福袋 这个地点就在葫芦岛市龙岗区大润发路北 周日10点相约葫芦岛方林装饰 到时候我们带着福袋 你们带着笑脸 咱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跟大伙说一件特别稀奇的事 大伙都知道 有些动物有这个千玺的喜庆 你比方说燕子 天鹅 水牛 斑马 等等 还有大燕 一会拍成一个一字 一会拍成一个人字 现在都会抢答了 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稀奇古怪的事 就是眼下 咱们大沈阳 这天是越来越冷了 咱就说这天 浑河边上 还能看到大燕呢 咋的 咱们现在找不着男了 咙 咙 挺的那动静 有没有一种莫名的一种亲切感 和一股脊恶感的 脑海当中第一个浮现的 是不是铁锅炖大鹅 但是各位大伙老铁们 今天你跟着我 可能就吃不着啥好喝了 因为啊 发出这些叫声的 既不是大鹅 也不是哑子 是他们哪 认识这是啥动物 认识 这是啥呀 大雁 知道这边这个是不是大雁挺好的吗 就过来看一看 大雁吃饭和水非常有意思 我今天特意过来看大雁的 要不然大东西干嘛去 头一次看到这么些大雁 而且还这么近距离的看 挺美的 真挺美的 东北冬天看大雁 老铁都说真好看 可它毕竟人家是后鸟 为啥待这儿不难了 这个季节不应该在北方看着大雁 按正理来说是大雁难飞 但是不清楚它的距离整回事 在北方挺稀稀 一般像这种鸟 一到冬天就把它切稀了 是 我也觉得是挺大雁的 按正常季节来说 这时候看不到这么多大雁 老铁们那纳闷啊 它也不是没有道理 你看眼瞅着 就要到二十四节气里边的大雪了 你这天这越来越冷了 这咋还能瞅瞅大雁呢 在椅子的长石里边啊 这时候的大雁 难道不应该南飞了吗 咱们沈阳今年来温度比较是偏向于暖和 冬天也不像以前那么寒冷 尤其咱们红河一带 每年冬天的时候上游还要开闸放水 咱们这一带总有温暖的水存在 所以冬天的时候大雁在这些水里边温度适合它们生存 同时这些水里边还有很多的鱼类 可供它们捕食 温度和食物都满足了 它们就会停留在这里 大雁不往南飞原来不是闲累 生活条件好了不用年年遭罪 只是现在肯定挺暖和 三九天可咋整 据我们分析 这一带大雁它们已经形成这个习性了 它们已经基本上丧失了南飞的能力 它们可能已经忘记了南飞的路线 如果它们再想南飞的话 可能需要其他的大雁带领它们一起南飞 那么最关键的问题就来了 怎么样才能找到这块呢 各位老铁就可以导航到天柱排行公园 然后往里边一直走 走的道路就会看到一个黄色的一个塔 然后再往里走到镜头 就能看到我右手边 这个黄色的牌子了 顺着这个牌子往左转 就是我手指的一个方向 大概走个二三百米吧 就能看到一个白色的这么一个平台 顺着平台两边下去 就能到达我们看大雁最好的地方了 有人说了那是不是养殖的呀 其实不管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 打算去欣赏大雁美妙身材的老铁曼 你千万不要说 我脚儿的鸡腿好吃 面包片好吃 玉米粒好吃 我给带点去吧 人专家说了 大雁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这食谱主要是水草的根茎叶和嫩芽 或者是陆生草类 很多情况下也捕食这个鱼虾螺等这些水生动物 所以说大伙呢 自己觉得的好喝 不一定符合人家的胃口 所以说呀 咱们只可远观而不可卸完颜 拍拍照就行了 别去打扰他们 接下来咱们开门见喜 手机扫码加会员 抢红包 迎福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么好看又实用 顾家会员抢不着 那还合计啥呢 扫码加他就完了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抢红包 迎福大 这是最起码的 还有不少福利等着你 如果你单身想要找伙伴 扫码加会员 红娘牵红下 你是想要漂亮温柔的 还是贤会实在的 咱们的会员数据库您就选吧 记得带个花镜 要不真用一条花眼 辽宁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具体到哪儿看 这事您说了算 过聊您看家乡 美食美景共分享 扫码加会员 分享家乡美 到处走到处赚 腰酸背痛不方便 健康顾问专制各种难受 甭管哪里疼 来问黄医生 会员想福利 疼痛去无踪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最高想88元红包 会员福利就是香 有啥好事 共分享 每周热线福利够 9块9买所有 新闻爆料 消费为全 现在转发亲朋好友 能抢红包 便宜没够 台力福袋年货必备 扫码加入 会员增油 刚才大伙都扫码 加入会员了吧 可以抢红包 可以赢福袋 还可以提供线索 寻求帮助 咱们的会员 绝对是占了大便宜了 所以说 马不白扫 会员不白家 还有机会 给咱们唠唠吃心坑呢 首战就是锦州和葫芦岛 如果您也想赢得台力福袋 如果您也想和咱们见面 赶紧去今天的 头条微信公众号里边 给咱们评论留言 头条微信公众号 给咱们评论留言 获赞最多的前十位 就可以获得咱们 大海热线 2022年的新春台力福袋 说老师伸手朝脸来 小伙儿满脸写无奈 这是做啥错事了 天不怕地不怕 女儿伸手打亲妈 真是好闺女 我猫吃饱了吗 吃饱了 我吃了这么多 你好 我要一个大包包 我开玩了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你的方式骨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药膏 葛红药膏 益筋药膏 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方式骨痛 肿胀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红药膏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 痛 葛红药膏 正适合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药膏 正适合 葛红药膏 带孙子 痒痒突出 葛红药膏 可现在 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葛红药膏 专要专制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葛红药膏 葛红药 葛红药 葛红药膏 成礼记 山是云南的纹山 水是天然的山泉水 三七是吴公害的好三七 吴公害 养立方 金三七 坚持吴公害标准化种植 全面通过211项农残和重金属检测 好山 好水 吴公害 七香浓 回甘酒 养力方 金三七 腿上还有彩 我还为自己的婚 那也看你人都不乐意 吃元呗 一孩子相亲 自己相亲 部分年龄 部分地区 不上舞台 咋得劲咋来 拨打相亲热线 024 2318 7222 结合扫码报名 缘分来了 绑不住 快来热线 相亲了 各位单身的老铁都别躲了 您已经被咱们热线红娘盯上了 甭管您是成礼的 还是务农的 甭管您多大岁数 只要您有一颗想脱单的心 咱们热线红娘高低给您匹配上 咱们庞大的单身数据库任您可劲挑 但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得打开手机 扫描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把您的联系方式和择偶条件发过来 今天加会员 明天就相亲 后天就 想啥呢 我说的是后天就约会 热红娘介绍的都是靠谱的人 今儿了 一个合格吃货的境界 就应该是 不是在吃 就是在找吃的路上 找到好吃的 就多吃的 不好吃 多少也得吃的 追求的 那叫吃货精神 吃的更多 吃的更饱 吃的更好 就是这个我就想起来一样好搅和 咱们东北人的挚爱 红肠 东北好喝美名羊 各种菜肴刚刚香 您要问啥好喝能有这排场 好吃的老铁有话讲 这个红肠我就是吃了很多年了 那不好的红肠 这吃的发年 那淀粉多 咱的喀拉骨子香肠又多 汁多 感情是东北大名鼎鼎的红肠 这东西光看这卖相 就贼有食欲 不过红肠随处可见 这家咋就排上对了呢 这口味特别的浓 我可得意这种烟熏的味的 这个是大品牌 那个吃了放心 那个我们都印这个 这小羊的老品牌 一百多年历死了 光说不练假把式 它咋就那么有魅力 尝完之后告诉您 咱看这个红肠上 特别明显的纹路 和这个枣红的颜色 都是因为烟熏而形成的 我现在能闻到一股 浓浓的烟熏味 咱们掰开看一下 咱可以听到 这个特别清脆的碰的一声的 而且在掰开的时候 咱们能看到这个 特别明显的 这个猪肉的纤维 因为这个肉的含量 是非常的高的 这个咱先尝一口 这个红肠 最简单的吃法就是 直接吃啊 如果切片都没有 这么吃有灵魂 嗯 我能听到我咬开的这个声音 也是特别脆 特别弹的 而且呢 里边这个肉啊 很有嚼劲 再混上这个烟熏的风味 和这个蒜香的味道 吃起来呢 就是咸香咸香的 吃在嘴里啊 满满都是这个肉的香味 一根小小的红肠 能吃出这么经典的味道 原材料至关重要 咱们这个做的红肠呢 用的是煮四毫肉和鸡熊肉 我们所用的四毫肉 它属于冷线肉 都是经过土耐 24小时之内 送到这个咱们车间的 做的就是后腿鸡肉 后腿鸡肉它有一个明显的优点 那个肥瘦比例 占的瘦肉比例 是非常大的 而且它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做出来的那个肠呢 吃的口感是相当的好 还不油腻 肉好只是基础 关键是这传承百年的制作工艺 我们这个红肠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 像我们从1905年就开始有这个品牌了 只有俄罗斯的两个兄弟 把这个红肠引到咱们沈阳 做的特别好 当地人也比较认可这个口味 它最重要的特点 它就是一种一款纯肉肠 它的蒜香味 它的烟熏味 这才叫红肠 我们这种特别的风味 所以就和其他的香肠区别开来 也就形成了特别深受当地老百姓喜欢的一种食品 经过腌制制馅儿灌制烘烤蒸煮 果木烟熏等复杂的工序 才能做出的红肠 一口下去 瘦制紧实 外皮脆声劲道弹牙 满嘴挥散不去的 就是浓浓的老味道 这块红肠是精选优质猪肉为原料 优质猪肠做肠衣 采用骨法腌制精致分割 确保这肉质新鲜入味 不仅如此 在熏制上也更有讲究 一熏二煮三再熏 而且是精选桃木和梨木这样的果木进行熏制的 这样制作出来的红肠 外表是枣红色的 咬上一口 果木香结合着蒜香味 再加上肉本身的香味 一口一口 简直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而且瘦多肥少 吃着一点也不会觉得腻的慌 不想错过这口的老铁 赶紧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北方HiGo 电商助力品牌发展 全国四家电视台融媒体联合行动 正在推进中 咳起来没完没了 快用黄金油咳色不发愁 感谢评传去台效果嘎嘎好的黄金油浇丸 对巴西门板块嗷嗷给力的支持 世上只有妈妈好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可这孩子咋看咋像根草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瞅着这些司机真不懂事 怎么可以把车开上人家的舞台呢 要一不小心 你连妈带孩子抖哑着可咋整啊 你以为这就完了 眼瞅着红灯亭绿灯行 孩子妈一马当心 不慌不忙蹲到了孩子前 边拍视频边引到孩子往前爬 你不怕 再这么玩下去 不仅省事 说不好还能彻底省心呢 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做父母 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做老师 天之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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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我欺负病了啊 我身体不好 学生课堂玩手机 老师看后挺来西 怒火中烧伸出手 竟靠打人解问题 这啪啪的 咋的 老师您身体不好 左右开工 靠打人锻炼身体呢 眼瞅着学生认错 保持理智 哪成想老师还在放肥情绪 不是自己家孩子 你就往死里打是不是 学校是育人的地方 不是练长法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你这算教师吗 你是伐木工吧 俗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 孩子上课玩手机 你咋不从自己 授课内容上找原因呢 你咋不自己删自己 几个嘴巴子呢 目前摄氏老师 已经停课调查 教育不能靠打骂 三岁娃娃能教育爸 我生气我不想管我爸 天爷们七位 早二点就起来 今天早二点就起来 今天早二点就起来 起来 早二点就起来 他妈 谁啥火 谁啥火 都都刚才租车你喊 问世间情为何物 一物想一物 别看萌娃才散碎 瞬间给爸爸制服 早上妹妹凑小车 他把游安车押坏了 他爸爸就说了他两句 爸爸说妹妹 他就不高不高兴嘛 本来当天里呢 是去上街买东西的 然后他就生气 一直不高兴 表情不好看 我说是爸爸气的 然后就站在那属罗 他爸不对 现在爸爸唠叨 他现在爸爸说妹妹了 他爸爸什么也没说 他从小就是 他会说话的时候 他就 就是语言路级特别强 见什么说什么 就是大佬儿见一个陌生人 他都喜欢跟人家 去打招呼的那种 就是按说嘛 你在跟他说 这个属罗大佬 带着这个问题不好 他也知道 但是说我就在生气 连恋爱不行啊 我自己做啥 我自己做啥 我自己管好自己 小时候能把心融化 长大能把废气炸 这孩子瞎说什么大实话 爸爸放下手机的动作 那是既熟练又兴许 全程押运不跑调 句句踩点惹人笑 我看你作业 还是有点少 孩子的伤心都是心里的 炸弹的伤害都是物理 两个黄黎明翠柳 有一颗炸弹上青天 老板这哪是鸡蛋呢 明明就是炸弹呢 你该不会是用微波炉 加热了愤怒的小鸡蛋吧 鸡蛋稍微有点 有点那个冷啊 我加热了 因为拨开那个鸡蛋壳 之后的那个筷子一拨 就是拨蛋 受伤了没有 就等于我头 那个头发上 然后衣服上全是那个鸡蛋 谁能想到吃个饭 还有意外惊喜 没事吧 不仅人要直冷起来 发型更要直冷起来 时尚时尚最时尚 姑娘的头发 有自己的想法 你也被鸡蛋炸了呀 没事吧 你们在看什么 毫不知情的姑娘手足无措 只好战战兢兢的走路 像开瓶的孔雀一样 冬张西望 是金毛狮王的血脉觉醒了 还是行走的蒲公英呢 姑娘注意点保湿吧 家会员 家会员抢红包迎台立 家完会员 您就坐等好消息吧 传承百年老字号 经典红肠好味道 是果木薰的味 口味特别的浓 不可得意这种烟薰的味的 原料讲究更用心 工艺烤旧果木薰 咱们这个做的红肠呢 用的是煮四号肉和鸡熊肉 我们所用的四号肉 手续冷线肉 都是经过屠宰 24小时之内 送到这个咱们车间的 独特新香用古法 炒菜焖饭都百搭 肉质Q弹味道佳 放心美味就选它 说天不怕地不怕 女儿伸手打亲妈 真是好闺女 新疆和田大枣与新疆纸皮核桃 甜而不腻 扫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一斤药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 选用广西十万群山 道地野生药材 一斤药 只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还是那些老毛病 试试葛洪牌贵龙药高 葛洪药高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方食骨痛 肿胀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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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你的方食骨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葛洪牌 桂龙药高 葛洪药高 一斤药 龙缩二两高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方食骨痛 肿胀痛 肿胀痛 葛洪药高 慢性腰腿痛 反反复复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痛 痛 哪些人更适合葛洪药高 你的方食骨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你的慢性腰腿痛 葛洪药高 正适合 葛洪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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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适合 葛洪药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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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歇液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可谈喘 葛洪药 葛洪药高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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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